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陈宇轩是一名歌仔戏升爵演员 2022年 陈宇轩加入福建省风规文化相聚团 为闽南民众演唱原汁原味的歌仔戏 传播弘扬闽南戏曲文化 近日 记者在福建漳州张浦县的一次堂会现场 见到了正在演出的陈宇轩 我是在1994年进入我们考进我们台湾戏曲专科学院 那是第一届的歌仔戏的学生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练功 然后一样就是升段 唱腔 台位 那我们是从初中一年级 一直读到专科毕业总共是八年的时间 毕业后 陈宇轩在台湾主要从事歌仔戏表演 曾受邀赴新加坡 日本 美国等地演出交流 2021年 陈宇轩选择来到大陆 寻求发展 本身我妹妹也是我同学 她目前是台湾金曲小生 叫做陈宇轩 那目前的话就是台湾的部分 就是妹妹她有在那边发展 那我是想说那我就过来大陆这边看看环境这样子 2022年 应风规团队的邀请 陈宇轩成为风规文化相聚团的一员 以小生角色扎根相间舞台 施展一身所学 那刚好我们也需要两岸的文化做一个交流 所以我想说那可以我就以我所学的 学以致用这样子 而且我们在台湾是比较少下乡来演出 都是在舞台剧院里面演出比较多 那来这边其实蛮适应的 就是跟大家很像一家人 陈宇轩告诉记者 每到一处演出都能感受到当地民众对相聚歌仔戏的热情 让他十分感动 我们的现场人士最多有达到三四千人的观看 其实这个影响力真的是蛮大的 而且那些现场的民众粉丝都很非常的热情 对那个是我感觉到哇我在台湾没有感受到的那种热情 歌仔戏源于漳州景哥 吸收台湾风土特色回传入章 历经百年传承改良 形成如今的相聚 谈及未来发展 陈宇轩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歌仔戏的演员来到大陆发展 是希望说我们两岸能融合 就是希望台湾未来有更多的歌仔戏人才 慢慢过来我们这边大陆发展 那也可以从因为峰规这个窗口 也可以以陈宇轩这个窗口来做一个接触 能够让两岸的这个文化更加的融合 然后未来的话可以碰出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